来盐,还有西瓜吃 那是 隔壁吧,种西瓜,我们车上过瘾了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阿华日常 今天带大家来看 大江DJI 山庸 山庸,对对对 来喷这个,上个星期 其实我才刚刚拍这段盐 就是一百毛了 很大片了,我刚好这个盐佐利 就有邀请 这个无人机来拍 这样我就想要来看一下一百毛的话 喷这个无人机的 整个体验什么,所以我等下就带大家 去仔细了解一下整个 喷这个无人机的过山 因为很多人应该是很有疑问到底 说有用没有用 刚好这顿帮他们就有想尝试 使用一下,所以这次 邀请他们来做一些demo啊,这样 我就把整个过山记录给大家看吧 两架,这个是T20 这个T20,对对 这个是T10 这小架的 这样T50更大架 其实T50跟T40差不多一样 一样大的 我要分飞这个一轮先 不是讲新款的哦 是不用再飞了的吗 就直接可以飞 以我的理解 这里做Mapping了,那个就是飞咯 只要你做Mapping,你哪一架飞都可以的 对 这个Hilat里面可以放两架 这个是T20里面是T10 比较小架的 最新款的还有一个是T50 这个T20是两个头的 所以第一步 你其实要做的是你要做Mapping咯 就是等下我会拍给大家看 做完了过后就用这个东西飞 刚才我会问他关于这个雷达的 就是一支这样子 他讲如果是山很高的话就 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这段花比较平地 他讲也建议用 如果你要做Sport 一颗一颗去碰的话 就要有这些东西 他就比较精准一点 这个是Landing Spot 现在我们要做Mapping 取飞机 下手机有吗 不需要 这是他原装来就是这样的 看不到 从上去去做Mapping 就是记录下来这个整块地的 整个地图 你看他可以看那个整个 地上 很轻耶 搞不搞看见我们摆很漂亮 很漂亮吗 哈哈哈哈 现在看见很美爱了吧 现在好了哦 拍完了 自己会下来 看 都不是有什么人故的 刚才他在上面做工 我们就在上面谈天 现在就好了 自己下来 随便一个空地都可以 可是最好是有一个Sport 给他停了 好了 这个机样大架 这个镜头 这样小架 这个T10应该一个人就可以钢了 这个小架真的是蛮小架的 这个是T20 两个人组装 开起来 要雷尘的吗 要不然都不可以回啊 要上课 这就是喷头 给人家喷的 楼上面就是装电池 装了 装了后这个上面是装水 好像小孩子玩技样装装就好了 是我们大人的环境 大人的环境 这个是水装20L 这些都是树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改这边 我要给它树 因为我要连续看 为什么这边一个洞呢 大小的地方 这颗太小了 可是直接在这里也是可以按下 对我们可以更改 就是打个比我现在要改这边一颗树 按这边一颗树 对 它的路线按不安全 就是靠这个东西来看不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转 可以看它的图 它的航线对不对咯 它都带也可以看到那树的高矮 对 所以你看现在我小棵树 我就货一航线 如果我带一棵树 可能我最后一棵树 我就编两航线 哇 这家的跟大家 这个RTK 每个人现在要try肥 他现在装水 意思是讲每次回来都要这样子装咯 就是stand by 啊 旁边有的人自己用那种 把鱼温那种枪 哦 直接拉一包 不是吧 不是吧 那边都要跳 哦 不用了 不要打托 就抓不动了 回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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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吗 他的风 对 他的风太大了 哇 我用中的 我用最初的看 哦 还是有碰到啦 对我用最初的 哦 所以你们可以过去感应一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事啊 这个就要老板自己过去了咯 去冲凉啊 啊对 所以这边看不到啊 但是如果你要看有水分的话啊 我要瞧到最新的 这个是最新的 哦 就看到 哦看到那个miss啊 但是这个新呢 容易飘 啊 手动 手动呢要去抓 没有 都你按这边吧 哦 ok ok 手动 然后就可以refill 对你refill了又可以继续了 哦 这样这里要做一个helipad啦 不然的话每次都这样多回程 对对对 这个噴完了啊 刚才那个噴完了自己会回来 然后就是你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降落啦 降落了又在装水咯 就是在说飞很快的超快的 他刚才这样子过去啊 这样一排下去 就14L用完了 哇 他工作效率是很快啦 只是好像这个这一段刚好现在风比较大啊 就不太 呃 不想不理想啊 就是你要去抓那个风向 所以你setting有时候你要setting好 你要了解你的树你的圆啊 然后他这里system就想 ok他碰到哪里 就是多少了 你这里全不可以看完整个东西看完 可能不太清楚 啊就很大价啊 这边有的飞行啊东西啊 飞到哪里啦 这个你这样青色就已经飞好了咯 黄色是还没有飞好咯 所以他就像你要加水咯 加水了 不然还要继续飞 连续回跟台 他停的地方 哇 老 飞机到我上面 我要体验看会不会是 上面是飞机 我们要体验被碰的感觉咯 全部跑进你的high luck到晚 哇 有事啊 毛毛鱼咯 毛毛鱼 有事啊 你看我手表全部都有一点的 像毛毛鱼的感觉 对啊 还是被定点比较好 还是有那个水珠啦 可是太阳可能多一下子就 就干了 刚才我们是尝试这样拉一整条 这样子喷过去的 现在他实验这是给我们demo 是一颗一颗做点来喷 然后飞机在这上面 他就去了那棵树 他就喷那个树 他就没有喷了 再去下一棵树 你看他喷有喷水 他喷 他在上面转转转转转 喷完了 他就去下一个 这个转转 很快一下呢 一个liter就喷完了 好 再去查看那个树会是 可是风太大了 你看全部喷在旁边 在尝试 哇 哇 有有有是 啊 中树 这就是现在挑战 喷到树式 哇 有是啊 有了 水地是有 是 有了 看这里是有一点水 里面就碰不到 刚才看完了大致上 就有了解到一点了 有利有弊啦 这个无人机 就呃 一方面也是 我也是想看一下说 用在榴莲圆到底是不适合 其实我们一开始设想来讲 这块地这样子这样平平这样 然后也不是很高山的话 应该很适合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啦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 这里的风是那么的大 所以那个无人机其实没有 一直没有碰到那个树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考量的啦 接下来我们自己也是 我应该会有联系一个 地主啦 还有买无人机的 我们去看一下说他用的 使用的反应啊 什么这样子再来 呃 记录过程给大家啦 主要是这一轮就是 代言记录一个给东西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问 我可能我会拍一集 专门去针对那些问题 去回答关于这个无人机啦 好了今天Vlog这边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